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非常简单的文法 就是之前这个YO系列的文法 那今天这个呢,是前面加了一个 那后面的这个改变呢 还会一次的提醒大家 就是YO的话呢,是在句子的结尾我们用的 後面有接动词,然后YO那,后面是接名词 然后呢,前面呢,这个 と接续词呢,就是 動作的Fsuke,然后呢,一形容词 那形容词跟名词呢,一样还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名词的话呢,是可以直接接 那或者是呢,你要接 都OK,那形容词呢,也是一样是要接 这个DAW以此类推,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和我们之前所学的这个YO的呢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呢,它还是一样是用来比喻 好像什么一样,仿佛什么一样 但是呢,它后面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讲的,它和现实之中 是有差距的 就是现实中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只是我们拿来比喻的 那之前那个YOです 就是初级我们所学的呢,是可以直接的 我们讲形容,把一些存在的东西拿来形容 比如说风景,美得像画一样 手,冷得像冰块一样 是很直接性的比喻 那我们现在比喻的是一个 现实中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和现实没有任何关联的 只是夸张化的拿来比喻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Ka no yo的 那待会呢,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大家要知道这个差距是在哪里了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内容吧 好的,那刚刚呢,有说到这个用法呢 是用在好像仿佛 所以呢,它就是会有一些搭配着用的 就是在前面呢,我们会加一些副词 那最常见的呢,就是 是最简单的,初学者都可以 很容易的上手就是 就好像什么一样 那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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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仿佛像什么一样这样子 那第三个呢,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宛如什么一样 所以这三个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所以呢,我们只要把这个词呢 可以用在前面的部分 然后呢,后面再来写这个 Ka no yo da 或者是我们之前所学的这个you desu 也都可以搭配这用的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吧 彼はその写真のまるで宝物が何かのように大切している 彼はその写真のまるで宝物が何かのように大切してい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还是用ように 就是后面呢有接这个动词的用法 那这边呢有一个常见的就是 何かのように 何かのような 这个何かのよう 这个用法其实是很常见的 就是我们讲好像什么一样 就是中文也是会有这样子说法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呢就把那一张照片 その写真のまるで 就像什么一样呢 宝物 宝物就是我们讲的宝物 就像他的宝贝一样 他很珍贵的东西 宝藏一样 宝物か何かのように 他就把这一张照片呢 就是把它当作像什么 像这个宝藏什么一样 所以他这边呢是没有固定说像 真的是宝藏 因为现实中我总是没有这样子的宝物的嘛 所以他只是把它比喻成当作是一种宝物什么之类的 之类等等的这样子 所以他才会加这个宝物か何かのように 大切している 大切している就是很珍惜的 就是把它好好的收藏 那张照片可能已经人不在了 然后要好好的珍惜这张照片 是回忆 所以呢就把它比喻为像宝物什么的一样的 好好的照顾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 所以大家只要注意一个重点 就是和现实中不一样的 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来当作比喻的手段就可以了 彼はその写真をまるで宝物か何かのように 大切している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种的用法 今日は寒い まるで冷蔵庫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だ 今日は寒い まるで冷蔵庫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だ 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夸张的 就是现实生活中 不会有人这样子做的嘛 所以呢他就说什么呢 今天很冷 今日は寒い まるで冷蔵庫の中にいる 就是在冰箱一样 那我们自己现实生活中 是不会整个人待在冰箱里面的嘛 所以呢这个呢 他就拿来比喻的手段 很冷就像是待在冰箱里面一样 那这个用 它是用在句子的结尾就结束了 所以呢我们只要在后面呢 把它换成 かのようだ 这样子 所以它后面呢就是 冷蔵庫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だ 那第二种用法呢 一样的句子 我们要把它换成这个 よな 后面接名词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寒い 把它变成寒さ 寒さ就是冷的一个名词 它的冷的一个程度到哪里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用 きょうは冷蔵庫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な寒さだ きょうは冷蔵庫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な寒さだ 所以呢它就把它变成是不一样的颠倒式的用法 所以它这边的寒い呢把它移到后面去 前面的一个句子是 きょうは寒い 它已经讲了 现在呢它就说きょう 今天呢 就像 待在冰箱 一样的冷 那个冷的程度 它是一个名词的话 就像是待在冰箱一样的冷 きょうは 冷蔵庫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な寒さだ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 なんでそんなにおびえてるの まるでおばけでも見たかのようだよ なんでそんなにおびえてるの まるでおばけでも見たかのようだよ 所以这个呢也是作为句子的结尾的用法 かのような 这样子 なんでそんなにおびえてるの 那这边的 おびえる 就是我们讲的 胆怯 害怕 那一种用法 所以呢 就说 なんでそんなにおびえてるの 为什么好像很胆怯很害怕 脸色发白 流冷汗 这样子 那它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它后面就说 まるで 就像什么一样 まるでおばけを見た まるでおばけでも見た 那这边的でも 就是等等之类的 那おばけ呢 这边就是指怪物的意思啦 那怪物就是有很多种 它也没有说指定哪一种 所以它用でも 是不是看到一些 很恐怖的 像怪物那些等等的东西 一样 这样子 所以它的脸是 苍白到那一种程度 但是呢 看到怪物一样的 其实在生活中 是不存在的 不可能会做的事情 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只是拿来 比喻的手段 所以就可以这样子用了 なんでそんなにおびえてるの まるでおばけでも見たかのようだよ 好的 接下来 那我们来看 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相对来说 是比较生活化 那我觉得说 生活中 我们经常都会有 解释到新的朋友啊 去认识很多 新的人啊 那如果会有 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这样子的一个说词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呢 其实它把整句变成一个 修士词 修士什么呢 就是修士这个态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说呢 彼は今日 初めて会うのに 就是说呢 呃 我们讲 他呢 明明是今天 只是第一次的见面 刚刚认识的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我们说 彼は今日 初めて 第一次会うのに のに就是明明 这样子 虽然明明呢 是第一次认识而已 可是呢 他的态度就像什么一样 所以前に何度も会ったことがある 所以这个呢 就是经验嘛 就是一个经验说法 好像 之前呢 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好像已经很熟的朋友一样 前に何度も会ったことがある か のような態度で 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 話してくる 和我说话 彼は今日初めて会うのに 前に何度も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か かのような態度で話してくる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you系列的 经过一些小小的 不一样的处理 就是 かのような ように ようだ 的这个文法了 那希望大家呢 就是从中 不一样 这个用法的例子当中呢 就是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然后去掌握它的用法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训影片呢 已经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的朋友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TAMA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记得一定要把小铃铛打开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所有TAMA追行动态啦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我是KASIMAでした バイバイ 然后呢 KISHINTO KISHINTO这个副词呢 就指牢牢的 好好的 就是我们讲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这样子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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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